大家好,我是兜兜 终于下班了 龙哥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个学习 今天呢已经接到了这个面试的通知 今天呢我要早一点回去 现在呢我晚上回去 帮他准备一下明天面试的一些东西 说实话我早都看着这个龙哥出去接触这个社会的主打了 就给你讲一下面试的大个框架 对吧 因为这个龙哥它是编程的岗位 所以呢有这个呃 程序员和兵仔给他讲一下就好了 一般面试呢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个两分钟的大概的自我介绍啊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岗位面试官啊 对你一些提问 第三个阶段呢可能就是围绕你之前的工作经验 或者你这个岗位的一些工作内容理解啊 讲一讲大概就是这么三个阶段 可能他们程序员的话做一些提 现在模拟一下真实的这个面试场景 没问题 可以弄我 对 就是 对 那我听完了 首先这些问题你之前都没有去做过攻略 都没有准备对不对 就很苍茫直接图了简单 就是在找工作之前是其实是要做大量的准备的 包括你面试的时候 根据你的专业可能有相关的所有的问题的可能性啊 都要列举出来 然后自己一条条去看哪些是自己掌握的 哪些是自己没有掌握的 哪些是自己的强项 哪些是自己的薄弱环节 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 或者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 如何给准备发出 如何去回答 如何去应对 你不能说人家问你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这个问题 我之前没有经历过 就是你说的这种现象啊 这种有没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 这也是一种回答 但是不能当场就愣在那 你又没发现你自己就是 当问到了你不能掌控的问题 不理解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大概有十几秒的时间会沉默 这个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是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的回答整个感觉很没有底气 说话声音小是第一点 第二 一直跟一个木头人一样 眼光并不跟面试官有任何的交接 就是你要心里有个底 就是说你进入面试的时候 实际上面试官已经在考课你了 不仅是你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他问你的其他情况 他考你的反应能力 你宁航反应对吧 你的思考能力 是不是得做我后端 我就是推销自己 你这样吧 就是做个小事 我就推销自己 我就推销我 我很聪明 我很好学 有问题的能力 就是这种的 把你自己推销出去 让对方觉得你就是我们要的人 让对方觉得 就是说你就是我们要的人 你再赶紧的 对 对 对 为什么只给自己十分啊 好多以前看过的 但 只能回答 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表现的不好 总结一下 就专业知识 基础知识 嗯 因为这个龙哥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 没有过任何的社会经验 所以面试的时候呢 一个准备少一个还是太紧张了 所以呢 刚开始第一遍模拟的话还是不太好 经过后面第二轮第三轮第四来模拟呢 他就掌握到这个技巧 后面就很顺畅了 然后呢 希望他明天面试的时候能成功 这个面试的这个大概思路呢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因为这个兵哥他作为面试官呢 面试了无数的人 那我在职场之中呢 有过很多面试别人的这个经历 这几天呢 我在公司也在不断的面试别人 那我后面呢 会分享一些关于设计师啊 如何面试的这个一些技巧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分享 请关注我 每天分享真实的工作和生活 拜拜